加一市长四位候选人一起献身证件发表会 民进党加一市长候选人图醒哲也是现任市长 拿出政绩当证件不靠负面选举 今年的假新闻甚至还有外国势力 外国金钱的介入 这样子数非常非常的不好 对选情乐观谨慎 对手黄敏慧强打拼经济 证件会理性说明对选情也很有信心 就是拼经济而且正派年龙断黑金 这是我们的价值 至于嘉一市议会议长萧淑莉也号召支持者 一起来见证嘉一市的民主奇迹 他应该是要全方位的 是要多面向的 是要市农工商 个安其位那么互利共荣 二十五分钟的证件发表会中 三个人各自表述自己的施政理念 但第四位候选人台湾阿诚一如往常 以财神庄来拼偿 因为经过两年的磨练 台湾阿诚财神总统的功力更提升了 整场证件发表会当成演唱会 边唱歌边撒钱 一下场让工作人员冲进会场扫地忙翻天 甚至过程中和英文阐述证件被消音 也变成嘉一市长证件发表会的小插曲 三十七五六国宠黄嘉评 现在是报道 一时 白码 三十五分钟 三十五分钟